请回答法庭提问 我想拒绝回答 因为我想用这种无声 好了 你拒绝回答你就不要开枪了 这是史上最嚣张的汉匪 面对检察官的提问 他只字不说 拒绝回答 为了不浪费自己保贵的时间 他要求法院立刻判自己死刑 在石墙抢劫得手后 甚至嚣张地对着监控挥手笔叶 在六年的时间里 他疯狂制造八起害人大案 受害者有哨兵也有孩童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 他又为何如此嚣张 感兴趣的朋友们 还请点个关注 点个赞 咱们接着往下看 2009年11月24日 法院对吴勇犯写的罪行进行审判 最终决定判处吴勇死刑 这个嚣张的罪犯 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而造成如今这副局面 还得从吴勇小时候说起 1978年 吴勇出生于四川一币 虽然吴勇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但从小父母对他很好 在吃穿方面 从来不会亏待孩子 从小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 吴勇的性格也很好 街坊邻居对他的印象也很不错 看似幸福的生活 却在九岁那年走向终点 吴勇的父母因长期分隔两地 争吵不断 再也无法忍受的二人提出离婚 吴勇被判给了母亲 从那天起 吴勇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开始变得少言寡语 也不爱跟人交流 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 母亲看到吴勇这样颓废 对儿子的未来十分担忧 他不断给儿子灌输 只有努力学习才有好的出路 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母亲的劝解下 吴勇幡然醒悟 回过头来 在他恢复状态后 吴勇的学习成绩 很快赶了上来 连老师都惊讶于 他的巨大变化 在中考之际 吴勇凭借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高中 在高中期间 他一直努力学习 想要用好成绩 回报母亲 可惜天不随人怨 吴勇最终以十五分的差距 遗憾落榜 得知这个消息 吴勇一时之间无法接受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这么努力 却换不来好的结果 心灰意冷的他 将自己锁在房间 一句话也不说 这边 母亲对于这样的结果 也表示遗憾 为了能让儿子上学 吴勇的母亲 四处脱关系 最终从中间人口中得知 学可以上 只不过一分 要一千块钱 这对于一个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金钱上面的落差 再一次打击到吴勇 此时的他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后来 还是在父亲的关系下 吴勇走上了 当兵的道路 为了不让母亲担忧 吴勇果断选择了参军 入伍后 吴勇的参军之路 也并不顺利 最终他见识到了 社会的险恶 队伍中的老兵 总会欺压新兵 这让吴勇难以接受 他在信中 多次向母亲诉 可换来的 却是母亲多次的劝解 此时的吴勇 性格越来越偏激 很快萌生了 逃离部队的想法 四川头号汉匪吴勇 六年连犯八起 害人大案 被捕后 嚣张挑衅审判长 自从萌生了 想要逃离部队的想法 吴勇就做好了 最坏的打算 可他并不打算一个人 他决定拉一个人下水 于是 他将目光转向了 战友郭小明的身上 在一番怂恿后 郭小明同意和吴勇 一起出逃 2000年5月的某一天 二人从部队逃出 为了不被人发现 两人一直沿着树林逃跑 一路来到了 河北省邢台沙河市 在树丛中歇息时 两人因意见不合 发生争吵 随后 愤怒的吴勇 将其残忍杀害 由于他当过兵 所以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 在一路逃亡后 吴勇再次回到一地 在一家药厂当起了保安 并在任职期间 结识了两个社会闲散人员 于是 寻求刺激的吴勇 找到两人 以高昂的报酬为由 怂恿两人 一起对药厂老板实施抢劫 吴勇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 将两人带入其中 并在分工明确的情况下 实施抢劫 三人共计抢走巨额11万元 事后对巨款进行分赃 之后几人分道扬镳 不再联系 后来其中一人被警方抓捕 在警方的调查下 为了减轻罪行 他主动交代了案发过程 最后 警方对其余两人展开追捕 可惜 吴勇的反侦查意识极强 警方没有丝毫收获 到了2002年 吴勇越来越病态 他仇视这个社会 想要进行报复 于是 他找到了自己的老同学 唐国强 编造了一个民间流传的 以死替生的说法 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杀个人试试看 随后 吴勇拿出了准备好的枪支 很快 他们就在七星山下的铁路旁 发现了目标 当时 有个小孩正在一旁玩耍 吴勇上去 就用木棍敲击对方头部 对方见状 撒腿就跑 一旁的唐国强见状 直接开枪 枪其打死 事后 他交代 自己是在借刀杀人 这是他从书上学来的方法 他觉得新鲜 就想找个人试试 当时 这起命案 由于地理位置 几乎没有目击者 便不了了之了 尝到甜头的吴勇 开始兴奋 为了制造更大的恐慌 吴勇又来到了 宜宾市卫星观测站 在观察了一番后 他大胆地走近 对准一名哨兵的胸部 就是一枪 将这名哨兵击倒后 他又将枪对准另外一个人 不过 对方幸运地躲开了 事情发生后 很快在当地引起轰动 这样性质恶劣的案件 引起高度重视 警局迅速成立专案子 对事情展开调查 可这边警方查着线索 那边吴勇便按捺不住 自己蠢蠢欲动的心 在案发21天后 再次出现 作案第一点 更是谁也没想到 四川头号汉匪吴勇 六年连犯八起骇人大案 被捕后 嚣张挑衅审判长 2003年10月2日 吴勇悄悄来到市政府门口 他决定这次玩把大了 这次他提着提前准备好的枪支 还有自制的雷管 在门口遵守 本以为自己又要上演一出好戏 可他忘了当天是节假日 单位并没有什么人 观察了一会儿后 见等不来人 气愤的他举起枪 近距离射向门卫 可门卫反应迅速 很快躲开 他的枪声惊动了周围的人 在四下慌乱声中 吴勇狼狈地逃跑了 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挫败感 气愤的他继续躲进山里 并在自己的笔记中 记下了这份耻辱 后来吴勇顺着山路 一直躲避 沿路就靠捡食东西生活 在路上他结识了拾荒者张自顺 由于吴勇有手机会上网 将这个张自顺骗得一愣一愣的 对他言听计同 两人商量着一起结收费站 于是他们来到宜宾北站 换好服装 拿好装备 在一声枪响后冲了进去 对几个收费亭进行抢劫 在劫持的过程中 吴勇十分嚣张 甚至在抢劫完后 兴奋对监控比叶 两人劫持 共计一万六千元现金 仅用四分钟就完成破案 事后 警方来到现场调监控 发现嫌疑人的作案手法 和之前案件有相似之处 通过判断 警方怀疑 这个人当过兵 根据现场丢弃的物品 警方怀疑 这个人应该是个拾荒者 有了这两个重要线索 警方很快有了吴勇的线索 并在一个月后 抓获正在踩点的吴勇 事后 吴勇对自己的行为 共认不讳 甚至在法院审理案件时 表现嚣张 2009年11月24日 吴勇被判死刑 吴勇的家人得知消息后 和辩护律师一致认为 法院判处的过于严重 请求法院 给予吴勇一条生路 甚至吴勇的父亲 他以儿子有精神病为由 为其开拓 最终结果维持远判 吴勇终于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